有人说我黑诸葛亮 说我说的诸葛亮啥也不是 我啥时候说过诸葛亮啥也不是 在我的讲述里 一临之战后 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陷入烈士 和东州派的能量对比是三七或者二八 在这种局面下 诸葛亮通过一系列超渡 最后弹劾李延反杀东州派 让荆州派占在权力巅峰 你管这叫黑吗 如果你是一个荆州的家族 你跟着庞马向恩等家族进入蜀汉 在刘被死后 荆州派烈士 你们被东州人欺负 是诸葛亮力挽狂澜 把东州派打下去 你们家族不再被东州人欺负了 生活环境生活水平都变好了 你会觉得诸葛亮不好吗 你会觉得诸葛亮不强吗 诸葛亮作为荆州派的老大 是不是非常合格 非常出色 我给你描述一个这样的诸葛亮 你管这叫黑 我是没理解 再说军事 我曾经说过 诸葛亮五次北伐 每一次都有巨大进步 第一次六处战场作战 扑了太大失败 第二次聚焦成长一个点 第三次不用阴毛了 改用羊毛打五都阴平 第四次面对司马懿正面战场 能打破敌军 斩甲手三千 第五次改为不运凉了 战区屯田 纵观整个汉墨三国 哪一个人用兵能像诸葛亮一样 每次都有变化 每次都有进步 你找一个出来比比 就是曹操也不行呀 这叫诸葛亮啥也不是吗 好 开始今天的话题 诸葛亮打完南蛮 获得无当飞军 无当飞军是俘虏兵吗 诸葛亮打完南蛮 南蛮还是叛了 所以诸葛亮没有功劳 对吗 诸葛亮的马车很奢华吗 诸葛亮南蛮归来 唯独邀请谁和他共坐一辆马车 好 这里是超印和干货连载 三国蜀汉传的第116集 一个一个看 无当飞军是俘虏兵吗 华阳国志记载 以南中尽竹 清枪万余家与蜀 为五部 使我当无前好为飞军 啥意思呢 就是把一万户 也就是三四万人的清枪人 弄到蜀郡来 成都带蜀郡 这里是京城所带的郡 跑地方 然后从这三四万人里面 挑选士兵 几千人 组建成无当飞军 这边说了 你不是说蜀汉和南蛮的矛盾 很激烈吗 不怕这些无当飞军造反吗 注意审题 蜀汉不是把五千南蛮兵 弄到京城来 而是把一万个家庭 弄到京城来 从一万个家庭里面 挑选了几万人当飞军 这怎么造反 你的爸爸妈妈弟弟妹妹 在京城一带 在蜀汉人手里 能种地呢 你造反吧 你造 你敢造吗 如果你爸爸妈妈弟弟妹妹 人在南蛮 只有你被弄到京城 那你敢造反 现在这种情况怎么造 要人说了 蜀汉太坏了 怎么能这么弄呢 这其实很正常 这是标准的电户布取模式 给流民生产资料 让流民去种荒地 种出来的粮食分红 你拿大头 流民拿小头 流民有口饭吃饿不死 这就成为了你的电户 然后从电户家庭中 抽取南丁当士兵 叫做布取 布取军队忠诚度很高 因为他的家人 全在你的地里干活呢 是你手握着的人质 忠诚度能不高吗 所以武当非军 不叫俘虏军 这叫异毒布取军 第二个问题 诸葛亮打南蛮 南蛮还叛 说明诸葛亮没有功劳 大哥你咋想的 诸葛亮南征 有两个战略目标 第一个是消灭 雍凯高定珠宝的叛乱 这个达成了 第二个是攻心为上 依靠七行七重 达到南蛮不再叛乱的目的 这个没达成 两个目标达成了一个 所以诸葛亮是零分 是这个逻辑吗 你觉得逻辑通吗 诸葛亮面对两道考题 一道完成了 一道没完成 所以是零分 这就是你的逻辑吗 好继续看 诸葛亮南蛮归来 唯独邀请谁 坐同一辆马车 答费一 又能说了 谁啊 不认识呀 很厉害吗 很重要吗 跟赵云慧言比谁更强 这么说吧 未来费一 在蜀汉的能量 比诸葛亮将为都要强大 刘备入川到263年蜀汉灭亡 这48年的时间里面 蜀汉能量最强的人 没有之一 比诸葛亮还要强 从今天起 这个人物正式出现在 我们的蜀汉传当中 回到开头的问题 诸葛亮的马车很奢华吗 有人说了 诸葛亮是清官 非常简朴 怎么会马车奢华呢 看实料 三国志卷44 蜀书14 讲晚费一 将为传记代 诸葛亮及诸贵人西极 车秤圣县 诸葛亮和各位 八官贵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的马车都非常奢华 顺先 他们在干嘛呢 是因为东周派的 蜀汉司徒 许静的儿子去世了 以诸葛亮为首的 荆州派们来参加葬礼 但他们的马车非常奢华 那东周派的大老人物 董和怎么干的呢 他儿子 东周派的董允 和东周派的费一一起 去参加东周派 许静儿子的葬礼 东周派的董和 给两个小孩 安排了一辆小马车 不奢华 董和的儿子董允就觉得丢人了 我怎么能开这么烂的车去呢 人家荆州派轻易造的豪车呀 去了不丢人吗 但费一毫不在乎 果断上车 神情自若 面对荆州派的豪车 一点没觉得丢人 这是为啥 有人说了 因为费一有更高的思想境界 不在乎豪车 非也因为费一自信 在一州地界 我就是顶流人物 超级自信 不需要豪车给自己争面子 有人说了 为啥呀 费一哪里特别呀 这个人特别就特别在 他姓费 是荆州江夏人 这什么概念 刘烟也是荆州江夏人 刘烟的老婆 就是荆州江夏人 也姓费 这别说了这么巧 不是巧 刘烟的老婆是江夏费氏 就是费一家族的 她是费一的族族母 也就是同族爷爷辈的 所以刘烟是费一爷爷辈的 刘彰是费一叔叔辈的 然后江夏费氏和江夏刘氏 又亲上加亲 费一的族叔费官 又娶了刘章的女儿 成为刘章的女婿 虽然差费了 但亲上加亲 所以费家在荆州的定位是什么 既是刘章的妈妈 相当于太后一族 是外戚 又是主公的女婿 还是外戚 费家人双重外戚 在一周能横着走 当年刘备打刘章的时候 李延来投降 给刘备带了图名状 又在见面里 就是费官 刘章女婿 看 我带着刘章女婿投降你刘备 这个投名状可以吧 那223年刘备脱姑 李延是大佬了 东周派之首 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现在东周派重要的家族 还有谁 一个是阿斗妈妈家 吴家外戚 一个是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李延 还有谁 当年跟诸葛亮平分秋色的 共同属刘备俯士的 长兵中郎将董和呢 董和去世了 当年刘章妈妈家的费家外戚呢 费家人呢 费官也去世了 阿斗妈妈家外戚 吴家还在 长兵人李延还在 但是刘章妈妈家外戚 费家不在了 长兵中郎将董和也不在了 大佬不在 大佬的儿子和侄子还在呀 费家的费官没了 但是侄子费一还在呀 董和没了 但是董和的儿子董允还在呀 拉拢提拔 费一和董允 扶植劣势的东周派 大佬后代 把他们扶起来 逐渐制衡强势的东周人 荆州派的诸葛亮 这招很高明 而且费一和董允 本来就是CP 一个组合 小时候一起坐马车 去参加葬礼的 阿斗当太子的时候 这两个人都是太子小人 陪伴阿斗的 阿斗当皇帝了 这两人都是皇门侍郎 皇帝身边的进城 陪皇帝办公呢 好 诸葛亮要提拔 昔日东周派大佬的 这两个后人 咋提拔呢 看过初识表的都知道呀 市中侍郎 郭优之 费一 董允等 此节粮食 至律忠存 至以先帝 简拔 以仪陛下 予以为 宫中之士 事无大小 习以资之 然后实行 并能必补缺陋 有所广 小时候读到这里 我一直在想 诸葛亮的出师表里 为什么没有赵云慰言呀 他们多厉害 提什么郭优之 费一 董女相宠 这些人有啥用呀 这些人作用大了 好 现在我们知道了三件事 第一 费家是双重白旗 第二 费家是东周派 第三 诸葛亮拉拢 东周派里面的劣势者 上一集我们说了 诸葛亮南征 拉拢了一州本地人 李辉马中这些 拉拢完了过后 诸葛亮回京城 需要拉拢谁了 东周派劣势者 代表人物谁 费一 费一上车 跟我诸葛亮 同坐一辆马车 看着面子给的 这是史料明确记载的 诸葛亮就喊了费一 一个人上他的马车 多一个都没有 只有费一 有面子过 有人说了 就是上个马车阿姨 能怎么样 这就是个信号 表示领导要重用你了 怎么重用你 先让你跑出去锻炼锻炼 回来了就提上去 所以诸葛亮让费一 去当使者 去东吴 从东吴回来 立刻提为 适中皇帝的高级顾问 然后费一 成为诸葛亮的参军 和马术一样 又成为诸葛亮 丞相府的司马 取代了魏严 诸葛亮一死 成为后将军 蒋满一接班 直接升为上述令 成为蒋满的副手 成为整个蜀汉 权力最大的第二号人物 蒋满干了十年 一退休 费一成为了一号人物 甚至许多人认为 蒋满的十年里面 蒋满这是名义上的老大 真正控局的 其实就是二把手费一 好 从225年 只是皇门侍郎 到八年后 成为二号人物 暗中的一号人物 这座火箭一样的升级速度 无人能比 当然这都是蔚蓝 眼下被诸葛亮 喊上马车后 费一要开始去东吴 当使者了 下一集 东吴为什么骂熟汉 叫虫子 是因为关羽 曾骂东吴是狗